面临美国政府持续升高的监管压力 短影因分享平台TikTok近期大幅增加广告支出 企图唤其民众共鸣 为置身在美国市场的程序发生 根据外媒报导 广告分析公司Illimpact的数据显示 自3月以来 TikTok在美国电视广告上已砸下超过250万美元 约薪台币8100万元 并在数位广告上也投入近90万美元 约薪台币2900万元 该公司更于上月底宣布 将再次资210万美元约薪台币6800万元 买下更多广告时段 以阻止美国国会通过 旨在断绝TikTok在美营运的法案 美国众议院3月底 以国办票数通过保护美国人 远离外国对手所控应用程式法案 目前法案已送交参议院审议 一旦最终或国会两院通过 并由总统拜登签署实施 我公司自己跳动将在半年至一年的限期内 被迫出售TikTok在美业务 否则该应用程式 势必将被苹果与Google的应用商店下架 无法在美国境内提供服务 面对严峻局势 TikTok自3月起大手笔购买电视广告时段 内容聚焦于没有TikTok的生活主题 即使提醒观众TikTok 对个人日常生活及企业营运的重要性 外界认为 这是TikTok抛出杯琴牌 企图唤起美国用户产生共鸣 减缓政府层层打压的脚步 事实上 美国政府长期质疑TikTok母公司字节跳动 是否能有效防范中国政府存取美国用户各自的风险 众议院通过的法案阻止 正式要迫使字节跳动玻璃TikTok业务 缺断其与中国的联系 以消除潜在的国家安全威胁 然而 法案审议过程一再延宕 美国参议院立主将字节跳动玻璃TikTok的期限延长至一年 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与营运危机下 TikTok显然别无选择 只能加大广告宣传力道 积极争取民众声援 有评论认为 这是自己跳动最后的挣扎 试图透过唤起美国民众情感认同 为TikTok在美国市场的持续营运赚取公共支持 遏止立法进程 但在加剧的地缘政治角力下 TikTok前景能悬而未决 大家对于这件事有什么看法 欢迎留言讨论哟 感谢收看 Linux每天给你最新最好料新闻报道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